中国和巴西虽然远得万里 但是双边的经贸网来却非常迷惊 近年来中巴经贸关系全面升级 中国联系十年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还在今年四月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外资来源 随着金层国家工商论坛即将举行双方产业界人士期待 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加深刻点 近年来中国在巴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投资领域逐步扩大 巴西经济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资企业在巴西的投资 已经从最初的农业等领域 扩大至电信金融服务 电理银行等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 比如说我们建成了第一条跨南大气洋的海岸 我们是和西班牙电信 西班牙电信在巴西有运营 我们和西班牙电信以及非洲的卡麦龙电信合作 建成了这样一条海岸 这条海岸建成以后呢 我们就有了从南美洲到欧洲的新通道 我们是和西班牙电信合作 我们是和西班牙电信合作 要建造了一条海岸建设的东西 我们是和西班牙电信用作 用作建设,合作更加建设 巴西的市场 数据显示巴西国内的初创企业数量已达近12800家 巴西初创企业期盼来自中国的企业孵化器 加速器和天使投资人 虽然我们需要中国专业和工资 我们需要其他投资 我们需要其他投资 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主要更好的您需要因范图 关注中国的范图 感谢观看